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福克斯超级三双国王五连胜恩比德凯41加13森林郎老板坦巴特勒交易党 巴特勒在萨基开始前提出交易申请之后 森林郎总裁兼主教练参母西伯杜最初不愿意交易他 可是后来泰勒向西伯杜施压 要求尽快完成了有关巴特勒的交易 在内之后森林郎就一直在寻找交易 可是至今巴特勒仍然没有离开 关于森林郎没有达成交易的原因 媒体报道为他们要价够高 之前火箭愿意送出四个首轮选求全作为筹码 但是森林郎方面在各种交易方案中都所要埃里克戈登 所以那导致他们和火箭的交易谈判没有进展 不过泰勒相信他们迟早会完成巴特勒的交易 我不想说你这样是因为有交易截止日期之类的事情 但我认为你问我这个问题很合理 我认为现在这个机会就会出现 泰勒说你知道的交易会发生的 但是如果交易没有发生 那就没有吧 但是我今天的猜测是交易将会发生 泰勒不认为他们的要价够高 他反而认为其他球队没有开出最好的报价 我们和很多球队谈过了 我认为任何球队都没有给我们开出他们能开出的最好报价 泰勒说 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既然巴特勒提出了交易请求 也许他们提出的报价能够让他们完整一笔很划算的交易 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一定是一笔好的交易 我理解这一点 这是我们需要耐心的部分 与其他球队好好合作 理想情况下 你想要的是一笔双赢交易 泰勒透露联盟中的半数球队都咨询过有关巴特勒的交易 那么如果森林郎坚持现有的报价 导致最终没有完成交易 他们是否会接受这种现实 如果交易没有发生 我猜巴特勒会在这里打完这个赛季 然后在明年夏天成为一名自由球员 泰勒说 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择是 在巴特勒离开之后 我们可以腾出巨大的现金空间 去自由市场上千一名球员 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 我们有其他选择 对于森林郎一直没有把自己交易出去 巴特勒感到很是失望 最近他甚至一次用不出战来逼攻森林郎 不过泰勒表示 阿特勒计划出战 本周六客场对阵勇士的比赛 找雷 不过泰勒